亚洲大学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椅地教学 将焦点转移到南投埔里的百香果种植 这次教学融合了环境教育与食农教育 强调亲身体验的重要性 食农教育的核心在于学习者亲自参与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从百香果的种植到采授 培养它们简单的更食技能 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了解台湾原生种百香果的来源 还促进了健康饮食习惯的形成 同时也透过了劳动体验 培养学习者对食物、生产者、环境的尊重和感恩 激发了生命任性、坚毅性格 食农教育的目标是在帮助学习者认识食物的原始样貌 从大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教学方法强调人类的饮食形态对大自然的影响 提倡环境友善的农业经营和消费方式 以实现人类与大自然的永续共存 我想埔里大平鼎是百香果的故乡 那这个气候也非常宜人 那我们今天带了同学 休息期术专班的同学 还有这个小朋友来百香果园 现场来体验一下 那我们这个一地教学的意义 就希望说把我们的理论跟食物来做结合 ESG环境教育食农教育 小朋友能够体会到在农村 然后呢现场柴果的感觉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还不知道 百香果是长在树上 然后呢是爬藤类 还有架设网子 那希望呢 透过这个一地教学的部分 让小孩子能够体验大自然 了解农物的辛苦 让同学能够珍惜 这个一些这个农作食品 然后呢体验大自然 然后让亲子更加的和乐 那我希望这一堂课 能够让各位同学有多有收获 那有的带来休息期 有很多丰富多元的课程 欢迎各位民众 还有团体亲子来做体验 果农陈光明在百香果园 注重特别教育 特别强调食农教育和果园安全观念 他认为食农教育的核心 在于亲身体验 让学习者参与百香果的生产过程 培养它们的根实技能 此外 陈光明也特别强调 果园的安全观念 在百香果园采收期间 台湾猕猴以及山猪 常会出现觅食 为了确保果园的安全 果农们常会架设电线 来驱赶野生动物 这项措施 保护果树 免受于梅桃 以及山猪的损害 陈光明也特别提醒了学习者 当进入果园时 务必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在果园采收期间 这包括远离架设的电线 小心处理工具 以及注意可能出现的野生动物 这样的安全观念 不仅是保护个人安全 也是维护果园生态平衡的一环 因此在果园学习的同时 学习者必须要时刻保持警觉 以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并减少潜在的危险 记者黄忠宁 普里正采访报导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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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